大家好,我是桃園博小林慧平老师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科技技研的工程师们 我们来谈谈偏向学童的试字的问题 我本人是在教育职场上面已经迈入30年了 在这个长期偏向教育里头 我大概会比较着重在孩子的读写、学习 还有语文教学、课程设计 因此在课程跟教学领导上面 可能是花了比较多的心思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谈这个议题跟我们的孩子的学习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想作为一个老师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就是我期待孩子跟文字 他的距离是很亲密的 然后孩子可以透过文字自然的读跟写 我想这个是我们承认可以送给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那文字除了工具性以外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孩子的试制、孩子的学习 他除了作为各个领域学科的一个基础工具以外 我想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让孩子能够自然在阅读里面产生乐趣 然后可以去涵养他自己的心灵 然后在阅读当中他除了享有乐趣以外 他可能可以思考到更多更广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大部分都能够理解到说 偏乡孩子他们的语文能力表达可能相对的就会比较低落 那这样子一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单一因素所造成的 那因此呢作为一个偏乡老师呢 我们总是有一个期待 我们期待让孩子们都能够享有很高品质的一个教育 然后可以让他们呢 能够悠游在这个文字跟语文的学习里面 好那我想跟各位谈一谈的就是说 我们到底偏乡孩子呢 他是不是真的是试字量不足 或者是说他们的试字学习的能力低落 我想在20年前呢 我们大部分的教育人员啊 或者是说教育探讨议题都会以文化不利 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呢 来思考孩子各方面的学习 好那现在呢 我们如果在以文化不利呢 这样子一个焦点呢 回头来看他孩子的学习呢 我想呢 这可能又会落入的另外一种迷思 孩子是真的没有试字能力吗 他们现在呢 所接触到的 不管是资讯媒体 或者是说 手机样平板啊 其实孩子的讯息来源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孩子到底缺了什么呢 我想呢 从教育现场的观点来看呢 也许不是那个试字量的问题 也许也不是他们没有学习的问题 而是他们在生活当中 他们对于语文的敏感度 他们可能是不够的 那最明显的来说 就是孩子呢 他可能试语文的学习呢 只有是在写作业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那其他的时候 可能都跟他没有相关联 那因此呢 还是在书写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呈现出 这个字老师记不起来 他不知道 他跟文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更不要说 他可以运用这个文字 来表达他的想法 因此呢 我们常常会这样彼此提醒 就是孩子的一个完整表达 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 如果在寻找一种 教育效应的可能 我想呢 我会从 我们怎么样呢 透过一些的补具 或者是说一些的系统呢 来帮助小朋友呢 找回学习的动机跟乐趣 然后帮助他们呢 发展那个学习的音匠 也就是说 老师要非常的清楚说 这个孩子 他现阶段呢 他可能不是学得很好 那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那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况呢 会比较单一 就比如说 还是试质量 呈现出来比较不足的现象 老师可能就会用反复的 枯燥的 比较单一的面向呢 来促进他的学习 但是当他跟这些文字符号 没有产生关联的时候呢 我想这些都是外加的 没有办法唤起他跟学习本身呢 真正的乐趣 那我们呢 如果说能够透过呢 科技所赐 能够透过一些补具 来帮助他呢 能够增强他的动机 然后产生一些 立即性的回馈 或者是说 比较虚伟性的学习的话呢 那也许呢 就是可以 呃 让孩子重新的去看待 学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现在接下来呢 就要谈谈 我们教学现场 到底有什么样的限制 呃 我们刚刚讲到了 老师如果看到一个孩子 试制能力可能不太够的时候呢 呃 其实会很容易就是回到 教科书 还有教材的框架 他可能会引导孩子呢 啊 课文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字呢 再重新拿来 就是请孩子重复的练习 然后重复的抄写 那这个这样子的状况呢 通常带着一种惩罚 因为比较高的程度在里面 好 那 老师呢 这可以很显然见到就是说 老师可能没有办法去知道 孩子那个不会的点到底在哪里 也就是说 他的诊断的这个作用呢 可能不太够 因此呢 呃 讲白坏一点就是 他可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去解决孩子 那个学习上面的一个困境 好 那 呃 因此呢 学习 还有思考 还有练习 其实在教学现场 他就会变成是 各自独立运作的 好 那我们呢 很难做到 就是语文学习呢 他就是要听说读写作 他就是要彼此协助整合的一个过程呢 这是我们教学现场的一个 一个限制 好 那 这些的限制呢 让我们想到 如果说 有一种可能 就是透过呢 一些学习平台呢 来帮助我们呢 就是进行 呃 更好的发展 那也许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 呃 我们现在看到平台上面 虽然有试质量检测的系统 但是呢 他只能测出量 他并不能呢 呃 去帮助老师呢 去有 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 好 那 呃 云端的这个练习呢 他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 提供给老师呢 就是很快速啊 很有系统的呢 去找到说 诶当 譬如说 这个孩子呢 他在 那个书写文字上面的 笔顺 他没有办法建立概念 他的结构 他是东跳西跳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 有这个系统 结构无法掌握的话 那我就要到哪一个 我哪里可以找得到资源呢 去提供给他们 一些的协助 那有的孩子呢 是 他念过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去 感觉到 诶我念出来的这个句子 是不是对的 他只有念出声音 也就是说 他后生认知能力 可能不太足够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透过这个平台系统呢 给老师一些的协助 然后 有没有可能 可以让孩子呢 就是譬如说 他在平台上面操作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 自己很快的去 叫对过来 我想呢 呃 这是我 呃 初步的一个想象 不知道呢 就专业的部分呢 能不能有 可以这样子一个突破 那再来就是说 他立即回馈的效果比较低 好 这样 呃 是质量检测 他就是看了字 然后老师看他答对答错 就是 形式上 他还是属于比较单向的 他没有一个比较双向的 去激发孩子呢 他学了一个字 他想要再学十个字 那有的十个字 他还想要学更多的 这个部分 那最后一点呢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部分的家长 还是会对孩子使用频繁呢 这一点是有疑虑的 认为呢 这么小的孩子 不太适合让他太早就接触到 呃 数位学习 好 这样子一个概念 也是我们应该要去突破的 好 好 那 我们将来呢 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也许是什么 我们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从 孩子的博弈文学习 以后 字音字词 还有 呃 字音字词 还有字词意的这个部分呢 进行一种比较整合 然后又可以运用取向的一个学习 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 平台可不可以帮助我们 加强他口说的练习 因为孩子呢 可能比较缺的就是语感 他不知道呢 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是不完整的 或者是这样的表达 别人会听不清楚的 所以呢 能不能有所谓的 像仿说啊 还有争错啊 他 他念错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些的机制提醒他说 呃 这里我读错了 我要停下来 然后再看一遍 好 我想这样子很细微的东西呢 也许可以帮助 不管是老师或孩子呢 他们在教跟学的两端呢 都可以有更多更多的 一个 线上阅读的电子书啊等等啊 但是看起来他的功能就是在读过而已 好 那除了就是阅读笔记以外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加入一些 其实像这样的形态呢 文章可能不用太太长 因为针对的就是低年级的试字嘛 那是不是一首小诗一首短文 然后呢 那他阅读过后呢 就可以加入一些字词的防写 好 或者是说再生 就是说 哎 他可能跳出这个页面呢 让他给他一个语词 然后他 他可以去书写出来 好 或者是说 可以让他有一些欣赏啊 或者是仿说啊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 在里面 就是 除了阅读理解的这件事情外呢 我们在其他的学习辅助系统 看起来现在是比较少的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 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一些学术单位呢 建立联盟的关系 因为呢 呃 创意的发想 我们可能是有 但是呢 针对如何诊断 这个可能就是要靠学术单位呢 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让 呃 老师们呢 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他可以很快的知道 他怎么样为孩子铺设这个教学的音架 他怎么样给孩子音架 怎么样测他的音架 那我想呢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呃 我今天呢 还有另外准备 就是把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呢 整理成非常简单的PPT档 那也许呢 大家在刚刚听到我这样子 非常呃 不是很清晰的一个 呃 谈论的时候呢 也许还可以帮助大家呢 再回头去看看 那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呢 可以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请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